肝叉痛啊就是你在外面摸的时候可能就会刺刺的了 然后你进去的时候你会蛮强烈感觉到那个摩擦感跟刺痛感 所以这些疼痛的方式如果你是肝叉痛的话 那基本上你坐在的时候会痛 那大概你尿尿跟洗澡碰到水的时候也会痛 那个就是刺刺的感觉 可是平常啊应该是不会痛 就是平常你像我们这样坐在这里没事的时候 应该是不会感觉到痛 那如果你是这种肝叉痛啊要怎么处理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曾老师的一页式性爱 我是曾宝盈 我的任务是用一页回答你的新问题 如果喜欢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留言哦 不同的痛法就是处理方式不一样 原因也不一样了 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有哪五种 第一种就是肝叉痛 肝叉痛其实就是肝肝的摩擦会痛 比较敏感的人啊 那如果他开始感觉到那个摩擦感强的话 那他就会开始产生痛感了 那这个引发的状况通常就是因为 分泌没有了嘛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激烟视线啊 巴视线啊 还有阴道壁啊 他的分泌就突然没有了 那为什么会突然没有就我刚刚也提到了 可能有点紧张压力 想到别的事情或是心情不太好 这个都会立刻让你分泌减少 那当然也有一些人啊 是因为生理病变 比如说如果你在发生疼痛的前一段时间 你可能比如说有生产上面 阴部的受伤 或者是其他的妇女疾病 然后造成你那边有一些状况 那之后啊 你修复期过后要再做爱的时候 也有可能你原来的生理病变 使得你这些分泌状态就不太好 所以基本上啊 这种肝叉痛啊 就是你在外面摸的时候 可能就会刺刺的了 然后你进去的时候 你会蛮强烈感觉到 那个摩擦感跟刺痛感 所以这些疼痛的方式 如果你是肝叉痛的话 那基本上你做爱的时候会痛 那大概你尿尿跟洗澡 碰到水的时候也会痛 那个就是刺刺的感觉 可是平常啊 应该是不会痛 就是平常你像我们这样 坐在这里没事的时候 应该是不会感觉到痛啊 那如果你是这种肝叉痛啊 要怎么处理呢 就是基本上 论瓦液就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了 你既然自己分泌减少 那你就可以增加外来的补充了 在做的过程当中 你的脑袋如果运作的很棒 有很多症 是不是就可以帮忙 刺激 让那个分泌增加 所以你的性的刺激 如果有增加的话 比如说伴侣抚摸的方式变好了 对方的技巧提升 或者是你自己可以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可以表达 那你们的感觉会更好 然后或者你们之间有一些小心结有解开 那还是对方开始知道 哦 原来要这样讨好你哦 原来你喜欢是这样哦 那这些方式啊 都可以让肝叉痛的状态变好 那肝叉痛基本上啊 在做爱的时候可不可以进入 是可以进入的 只是说进入了以后 会产生这种刺刺的疼痛感 第二种痛 第二种痛是更常见的粗鲁痛 就是对方太粗鲁了 他为什么粗鲁会很痛 有的人不是很喜欢粗鲁吗 重点是你玩的时候 第一个你喜不喜欢粗鲁 第二个他粗鲁的点跟时机对不对 比如说你是喜欢被进入的时候那种冲撞感 可是你不喜欢阴地被拉 你也不喜欢你的小阴唇被拉 那所以如果他一直在外面狂控你的阴地 或者是拉动你的小阴唇 这个你不喜欢你就会痛了 我知道很多人看A片就会是这样 然后那个女友好像就很开心 但是实际上那个是A片 A片就是动作片 如果他没有在动你就会觉得这个片子好像坏掉 很无聊嘛 所以他必须做很大的动作 我如果这样静静的 你是不是比较看不到 我如果这样子这样子 你是不是比较看得到 原理就是这样 那女友当然要让你知道 我现在经过这个刺激我超爽的 所以他反应也会很大 可是实际上我们这个阴地 阴地头其实他很小对不对 但是他的神经大概是我们男生龟头的两倍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刚开始阴京还没有勃起 那你的伴侣就一直去控你的龟头 是不是也会刺痛 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可以很轻柔缓和的触摸他 不要再学A片 那有的人会去故意要去拉那个小阴唇 然后就是觉得说 这样我看到片子里面好像他这样反应很好 感觉很好 那有的女生他是其实被拉的时候他其实痛了 他又不敢讲 然后当下在那个座外情境当中他一阵混乱 他就只能就是人痛 他人痛那个状况就是好像有反应嘛 就误以为是喜欢这个 然后对方就更常做这个 其实这个 因为小阴唇其实他的神经也是蛮敏锐的 所以如果你这样去拉 就用嘴唇你一直去拉他的话 我们也是会产生一些刺痛感 然后再来猛撞痛 就是你撞得很猛 如果你撞很深的话就比较会 冲击到我们里面子宫肚子 有些人就会开始痛起来 那再来最后一个是抽叉痛 就是抽动得太大了 因为进出的时候 我们可能都会一直在这个肌肉的边缘 滑动 那如果这个女生他开始 肌肉稍微被刺激到 他觉得有一点疼痛感 他开始紧缩的时候 你又再继续这样做的话 他反复就会变成说他缩紧紧你会一直抽叉 所以如果是你抽的动作太大 引发这个疼痛感就可以把它放慢下来 好所以这些粗鲁痛啊 就是在作爱的时候 他通常会有刺痛也会有顿痛 顿痛就是重要里面状态大 然后或者是你在肌肉那边反复带动的时候 他肌肉如果没有放松 反而紧缩起来那他就会开始产生顿痛 那如果是粗鲁痛的时候 有时候啦 尿尿跟洗澡是会痛的 平常呢 如果你有粗鲁痛的话 大概平常 你坐在那边就是 你昨天有坐爱 今天呢 平常没事 没有坐爱也没有 去洗澡也没有去尿尿也有可能会痛 就有点顿顿的痛 其实那个就有点点像蚝针 就是 里面一直被压一直被打 那到隔天 我们那个感觉都还在会残留 好所以 如果是这种粗鲁痛 如果是这种粗鲁痛 那好好沟通最重要 你情伴侣 或者你们自己就是 原来我常常做的让对方很痛心 因为我太粗鲁了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动作放轻下来 轻轻的摸 把你的动作放慢下来 缓缓的动 那这种粗鲁痛 基本上 做爱的时候是可以进入的 第三种是感染伤病痛 因为我们的阴部 刚刚是不是说 我们有皮肤对不对 然后里面是不是 湿润的粘膜组织 好所以有皮肤就可能有一些皮肤病变 那里面湿润的状态可能就会感染了 大阴寸有长毛 阴腹有长毛 有长毛的地方就会有什么 有可能有痘痘 其实痘痘很容易发生 可是有很多女生 她痛起来她会害怕 就不敢去了解 然后比如说摸到一个阴影 就会更害怕 觉得自己是不是生了什么怪病 其实我们脸上长痘痘啊 如果化膿也会阴阴的 所以你可以先自己观察一下 是不是很像痘痘 如果真的很害怕 赶快去复产科 请复产科医师帮你看一下 所以第1个是痘痘啦 那第2个呢 我们有时候皮肤也会有一些 黴菌感染啦 那黴菌感染有时候也会疼痛 那再来就是 有时候是什么 破皮了啦 就是 我们嘴唇会有一些小伤口嘛 所以你的小阴唇啊 或者到里面上 嘴巴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小伤口 那所以 如果有破皮的话 也会让你疼痛 然后再来呢 这样瘀青 像我们刚刚讲 粗乳痛啊 或者是 没有在做爱 你可能打球运动 骑脚车撞到 那这个会有瘀青 那所以这种瘀青呢 也会让你疼痛 那 如果搭配粗乳痛 你做得太粗 就是对方太粗乳 把你撞撞撞 撞到后来 里面有一些瘀青的状况 有一些瘀血啊 也会让你疼痛 好那 再来感染呢 大家很怕很怕 如果有痛的时候都会先想 我是不是感染的 好那 其实啊 女生婴道感染的状态啊 不是 都会痛的 好比如说像 白色念族感菌 或者是细菌感染 这个是最常发生的两种感染 好那 平常啊 可能有些女生 他就有一些这个状况了 好那 可是呢 他不严重 好所以 自己有这个白色念族感菌的感染 或者是稍微有细菌感染 其实自己没有察觉 好然后在做爱过程当中 也没有发现 好那 他不见得会引起什么疼痛感 好可是如果变严重了 如果你会觉得热热的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发红 然后或者是说 就是会有味道 然后会觉得疼痛啊 那这样就是比较严重了 所以 如果是这种感染伤病痛 那大概 你在做爱的时候啊 都会有刺刺的痛的感觉 然后你在尿尿洗澡的时候呢 一样也会刺刺的 热热的 那平常呢 也会喔 没有在做爱就会痛 好如果变得很严重 那个痛感就会很强 你就会很难进入了 好啊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 有些人是微微痛 那个就还在可忍受范围 就可以做 可是那个过程当中啊 你就算可忍受 可是你的痛是不会消失的啦 前面我们讲这三种 这三种里面哪些是忍一下可以的 基本上 第一个 干擦痛有可能忍一下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有的人呢是一开始担心 前面刚开始做的时候 会想东想西 有点担心害怕紧张 或者是对方啊 在开始的时候 那个技巧比较不好 把你弄得比较不舒服 可是他一旦开始做了以后 可能就头晕了 就忘记要担心的事情 那或者是对方的摆动 变得很舒服啊 所以你中间 就开始增加了自己的性刺激了 你的分泌就开始被带动出来了 所以有可能这种痛的话是 忍一下是可以好的 但不是永远都可以 有的人是越忍越烦躁啊 如果你是越忍越烦躁 那也是没有办法 然后 第二种 粗鲁痛也有可能忍一下会好 状况一样我刚刚说的 有的人前面比较粗鲁 后面比较好 尤其是前夕出炉 进入以后 就可能开始懂得 缓而白动 那这个状况可能 忍一下有可能会好 那或者是 有的人 他可能就是过了那个 肌肉比较紧的地方 然后他心情一放松 就都可以了 所以 这两种状况 是 忍一下有可能会好 但是不见得 然后 感染伤病痛呢 基本上啊你怎么忍都不会好的 因为他就是实际上就有伤口啊 或者是有一些 痘痘什么这些东西啊 有感染啊 所以 你忍一下这些感觉都还是不会消失的啦 所以如果你有感染伤病痛的话 就会越忍越痛 那 最后这两种 是更棘手的 其实上面这三种 不管是肝叉痛 粗鲁痛 还是 我们的感染伤病痛 其实都还可以有一些方式自己调整 然后或者是 用个润滑液提升一下性技巧 然后或者是 涂抹药膏吃药 都有可能获得很好的改善 可是接下来这两种啊就比较麻烦 他是比较难 透过这些方法就得到改善的 那就是第四种 神经过敏痛 神经过敏痛 他就是 其实啊你找不到 身体上的病因 好那 而且他很容易是 一摸就会痛 根本没有办法做爱 他光摸就会痛 甚至有的人啊 可能穿个内裤就会痛了 好那这个就是属于神经过敏的状况 那第五种 阴道静攫痛 阴道静攫痛就是 本来你们外面都不会怎么样 可是一推入就会痛 那你不要推入的时候呢 又都好了 所以 这两种痛啊基本上都是 找不到 实际上的 这个我们说身体上的对应 好那 可是呢 可能是比较偏向 你的 心理作用 然后或者是大脑机制的运作 跟你身体的运作之间 他有点失衡了 好那 这个状态啊 就很难 提升性技巧 好比如说 好好前夕 好好抚摸 有很多 有这种神经过敏痛 就是万因不痛症 或者是有 阴道静攫痛的人 伴侣都是 很温柔的找了很多方式 自己也很努力 做了很多尝试 可是都 还是没有办法 都还是会痛 好那 所以这两种痛啊 就是绝对不要忍 如果你遇到是 摸了就会痛 或者是 推入的时候会很痛 然后会完全 放不开 然后甚至会有点 推人及人 那这个 就不要再靠 自己的方式 是会比较好 关于这两种痛啊 他的处理方式 就是要包含 心理的层面 然后包含 脑神经 然后我们自律神经的 运作方式的 调节改变 然后再加上 我们的阴部啊 或者是我们的 大腿屁股啊 这些 相对应的肌肉群们 他的运作方式的改变 如果你遇到这两种 疼痛的话 那因为又比较 复杂一点 所以我们这支影片 先到这边 神经过敏痛 跟阴道静攫痛 比较复杂一点 那我在下一支影片 再告诉大家